不要弄啦 不行啦 要是你爸媽可能看到怎麼辦 他們不會那麼早回來啦 那要是他們就真的提早回來呢 那就讓他們看啊 有個美茶 最好是 他們又還不知道你喜歡的是女生 到時候看他們的解釋 就實話實說囉 你確定 不然呢 總是要找機會講個滿 反正你都被我爸爸 又是這個 這句話你已經說過很多次了 之前是因為氣氛不適合我才沒說 又不是我故意不說的 總之這是我會說啦 你要怎麼說 你要怎麼說 就 就那樣啊 不是啦 我們來預言一下好了 我當你爸媽 你現在是在當我爸還是在當我媽 我媽沒你那麼正 我爸的胸部也沒有你這麼大喔 你不要鬧啦 認真一點 我們從進門的時候開始練習喔 空空空 拜託 他們要是回自己的家和敲門 我們就有時間分開整頂衣服了 那就沒有必要練習怎麼告訴他們了嘛 所以你根本就沒有想要說 我不是這個意思啊 我們都在一起兩年了 我也沒有一直要把你藏在櫃子裡 讓他們知道 況且啊 現在同性婚姻合法化 國家也都承認了我們的關係 也沒什麼好不能說的了吧 我只是說 他們連進我房間門都不會敲門 怎麼可能會敲大門呢 好 好啦 那我們再來一次 幹嘛都不講話 就太準美好好跟他們說說話 不然我們不知道說些什麼 好 我想一下喔 沒錯 就像你們看到的一樣 她是我的女朋友 我就是你們眼裡不男不女的蕾絲兵 最討厭 最有心的同性戀 你不要這樣講自己啦 他們就真的這麼認為啊 之前大遊行的時候 你知道他們在電視機前說的有多難聽嗎 別人家的小孩是一回事 自己家的小孩又是另外一回事啦 對 那是你爸媽 不是他們 謝謝 不然還是不要說了 很痛耶 幹嘛沒事在我面前說 最好你真的認為 我可以不用說啦 之前不是一直跟我吵 說什麼我要是再不說啊 分手算了 我只是也想要跟小金他們一樣 光明震盪的出去玩啊 偶爾在IG上面放上嘛 而且我不是都已經把你介紹給我爸媽我媽 我也想跟你這樣子介紹 你確定嗎 雖然你沒感覺 但是我很清楚 你爸媽他們會暫時不反對 是因為怕你生氣 他們可還是很期待你有一天能變回正常 帶個男朋友回家 最好是他們才不會這樣耶 不然上次他們幹嘛一直勸你和我常常不同社會 還特別問你倫甫學長的事 他們只是關心我 那是因為他們知道那個王倫甫對你有意思 你在吃醋嗎 傻瓜我都已經拒絕他了 你幹嘛要那麼在意啦 你爸媽也不吃 好啦我下次會跟他們說 那你到底要不要跟你爸媽說啊 會啦會啦 你果然還是沒有打算要說吧 不是啦 我剛剛只是在想 我們如果就這樣繼續走下去 有一天要辦婚宴什麼的 我也不會請他們啊 現在說出來把家裡七分鐘的亂七八糟 這樣真的有意義嗎 知不知道有那麼重要 你是那種那麼在意別人眼光的人嗎 他們是你爸媽不是別人 而且我在意的又不是別人的眼光 是你的態度 我又怎麼了 自從跟你交往之後 我又不跟朋友出去玩 我也不認識新的女友 更不上夜店酒吧 但是我們的關係見不得光 你就是不讓他見光 Slow extremely 媽媽 走 那 我想跟你們介紹一下 她是我的女朋友 是我以后想要共度一辈子的人 对不起 让你们失望 所以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女儿 爸爸回来了 爸 你怎么这么早回来 有客人喔 叔叔好 爸 我跟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的朋友 你好 你好 我带点东西大家一块过来吃吧 谢谢叔叔 谢谢 好 朋友 OK 谢谢 他们这一集是最难排的一集 很多情理系 然后他们很害羞 然后第三组的同学可以先准备了 然后我们等下下一组的同学是 下一个片章的名称叫做OKBone 然后是由惠里 然后还有莉卡 以及陆河 还有跳草 三个人也出的 那 我再跟大家说明一下 我们这次的课程呢 其实是八周的课程 然后每个礼拜有一天的晚上 三个小时的课 那前面五次上课呢 就在做一些基础训练 包括身体啊 身影还有情感的练习 然后他们其实实际开始排这个剧本啊 只有三周 然后每个礼拜一次 那所以他们其实还 但是有一些组别很认真 就额外花了一些时间做准备 所以今天就是大家看一下他们 这三周努力的 密集努力的成果这样 好 所以这一组观点准备差不多 对不对 那我们要开始喔 好 第一组观点开始 也是 不容易 不容易 而且 我们的 我可以 看 我们的 估计 这个 很多 我看一下 我们的 我们的 又來了,你就是這樣,每次遇到問題都只會逃避 現在老爸都跟別人跑了,你還想怎麼樣? 站住 為什麼不足之?事情變成這個樣子以前,你難道什麼都沒發現嗎? 我又不是什麼雞同還是零雷,是有發現什麼啊? 那個小三是你的同學,是你帶他回家,老爸才會跟他認識的 關我什麼事,是嗎?自己要爸幫忙端端留過,他才認識的 關我什麼事啊? 現在都什麼時候了,你還想逃避責任 你幹嘛? 我要找那個女兒的電話,打去給他 打給他幹嘛?事情都發生了 叫他不要那麼不要臉,把我們的老爸還回來 最好是打通電話老爸就會回來 感覺就是沒辦法控制啊 要是這樣他們就願意斷了,這樣算是愛情嗎? 現在你還有心情跟我討論什麼愛不愛 你有沒有想過,我們家以後該怎麼辦? 什麼怎麼辦?我讓你當到靈魂啊 幹嘛讓老爸跟那個女人稱心鼓勵 就算要你,也要讓他們付出代價 哎,你幹嘛? 媽,你來打 你打電話,我幫你錄音 拿著這些證據,我們去法院告他